您好 欢迎收看4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莲新年流行疫情指副中心11号下午召开记者会 表示有21例的新增案例都是奥斯卡延烧的 另外还有一位确诊 总共是有22位确诊者 县长徐正卫 卫生局长朱家祥 还有教育处代理处长翁淑敏 都说明了目前的应用措施 有案号的新增的22人确诊的个案里面 这是有案号的 在医院端其实整个来说这22例 除了其中有最后一例是在疫调中 其他的21例都是奥斯卡美式餐厅之后的延伸案件 目前这22例当中有14例是医院方 慈禁医院方 在有4例是奥斯卡美式餐厅的延伸 另外有3例其实也是一位外师和他的朋友到奥斯卡 到奥斯卡用餐然后确诊 这个是我们的小加拿大美比补习班 这里有3例 另外还有一个现在正在疫调中也就是昨天深夜在这个 新陈的罪悍的部分 统计花莲县在4月份之前总工会办理的学校 总共有5所学校 那我们也请学校呢 金苏尔跟家长共同的讨论 那5所学校也都获得共事 在校外教学毕业履习的部分是暂行办理 这位在这里再次呼吁我们所谓的乡亲长辈 第一个一定要做好自我忙意的制处 那另外还是要请托大家 第一个如果有足迹重叠 或者您有到奥斯卡 或者您有家人或者小孩同学 也是在我们的补习班 补习班的请大家一定要出来做快塞 还有另外也参加万榮的婚殿 也拜托请大家一定要来做快塞 我想让快塞阴性 您也会比较安心 而快塞阴性之后 在家还是要自主健康管理 所以在这里还是拜托大家 守护华莲屏 我们下期待